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成立于1992年7月 位于南头县吉吉镇 这里是专门负责研究及保育台湾动植物 进行7地生态调查 还有推广环境教育的国家单位 保育中心里有研究大楼 保育教育馆 还有一片3.5公顷的生态教育园区 园区外观看似与附近的临地无异 不过其间的巧妙得待您漫步其间 用心观察 来体会这里随着四季变化的景色 与其动人的生态乐章 自然生态教育园区分为11个区域 每个区域的植栽都是经过研究人员精心设计 在这个半人为的生态园区中 已经成功地演变成鸟类良好的生活环境 且能吸引许多鸟儿前来 例如入口广场区的台东火刺木 在秋冬之际结识累累 碑科的白头翁与红嘴黑碑 还有赤幅东与树雀就是这一代的常客 西流生态区与草泽水塘区则是翠鸟与叶鹿的地盘 最近刚设立完成的水生植物区 翠鸟也经常前去觅食 而蜜园植物区能吸引的不只是蝴蝶与蜜蜂 事实上绿瘦眼也常来这里光顾 在夏季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园区内 传出低沉响亮的鸣声 原来这是黑怪马路为了求偶 以及宣告领域所发出的声音 它们敏锐的听声辨味能力 能帮助它们准确地探测地底下的蚯蚓 一旦目标锁定 这些蚯蚓通常是结束难逃 就连动作敏捷的青蛙也不例外 黑怪马路总是以树林为家 它们将潮逐于高树的枝条上 敷卵的任务由公母鸟共同分担 等待青鸟回来喂食的雏鸟 会抖动喉部发出低频声 就像在催促青鸟赶快回潮 黑怪马路的潮不大 当雏鸟长大后就显得不服使用了 偶尔青鸟与雏鸟同期时 还真叫人捏马冷汗呢 以往黑怪马路数量稀少 且不易观察 但近几年来似乎有扩张版图的迹象 看它一副悠哉的样子 就知道黑怪马路在园区 可是过得相当惬意 下回不妨多留意住家周遭的公园 或校园绿地 或许这种美丽的大鸟 也会与你成为邻居哦 生态池周边的树林 也是许多鸟儿们的家 俗称按公教的夜路 与黑怪马路同科 他们活跃于夜间及晨昏之际 摆天时就隐身在这片树林中休息 这里还有一种与他们神似的鹿科鸟类 它叫绿梭鹿 绿梭鹿平时多气息于干净的山间溪流中 它可是这片生态池的西客 而春夏常见的白鹿丝们 也经常在生态池流连 大白鹿 中白鹿 小白鹿都能再次看到 生态池边还住着色彩鲜艳 造型可爱的翠鸟 其与生俱来的敏锐势力 与利落的身手 每一次初级总是满载而归 翠鸟可说是生态池的天才小吊手呢 它们这么会抓鱼 可不是一天练成的 看它在摇摆的枝条上 还能保持头部平衡 真是不简单 它们雌雄很好辨认 下嘴灰黑色的就是公的 而涂上口红的就是母的 每届春夏 林间常传来 哭哭哭 类似敲打沐浴的声音 寻生找寻后 发现原来是树林间 躲藏着一只保护色极佳 几乎通体绿色的鸟儿 五色鸟 千鸟小细意义地 不时左顾右盘 随时铁高警觉 原来是为了保护树洞里的雏鸟 这只刚离潮的幼鸟 它紧张地四处张望 似乎急着搜寻青鸟的身影 青鸟不在身边 它也站着不敢动 还好保护色让它 几乎以周边景色融为一体 园区里也住着一种神奇的鸟类 它们的名字比五色鸟多了三色 没错 就是稀有的八色鸟 它身上的八种色彩 使人印象深刻 每年五月的繁殖期 我们可以在树丛间观察到它的身影 八色鸟的巢在地面 由枯枝树叶所组成 不容易被发现 这有助于繁殖期间的隐蔽性 你看 青鸟的头部色彩可以害环境融为一体 同样的 八色鸟 雏鸟 也有很好的保护色 除了那黄色的嘴巴 只要鸟妈妈回来 安静的小鸟们立刻凑过来 争先恐后地向鸟妈妈讨吃的 资源丰沛的园区 在它们的眼里就像一座宝库 在宝库觅食 经常能满载而归 养儿育除也显得容易 八色鸟的主食是蚯蚓 能干的青鸟往往都能带回一堆食物 不一会儿鸟爸爸也带着食物回来了 除了蚯蚓之外 青鸟们也会为蚯鸟换换口味 忙碌的青鸟也经常要注意朝内清洁 当蚯鸟吃饱了 青鸟就在旁等着咸走粪囊 以免多余的气味引来了天敌 小家伙们保食一顿后 安心地在潮里呼呼大睡 有这样尽责的鸟鸟 加上维护良好的环境 相信这些稀有的八色鸟都能在此安心长大 与白头翁同为卑科家族的红嘴黑杯 一身黑衣搭配着橙红色的嘴被及双脚 它们的鸣唱声可令人印象深刻 经常在你还没有看到本尊之前就可以听到它的声音 它们正是园区内最喧闹的大声功之一 经常站立在蜘蛛的枝头上 发出有如猫叫的喵声 有时还会改口骂人 小鸡鬼 实在令人玩耳不已 园区里的蓝色小精灵黑展蓝也诸起悲壮的小巢 树雀是树林中的霸王 平时喜欢结群 然后喧嚣地穿越树林 这样的举动经常为林子引来一阵骚动 霸王也有柔情的时候 当它们在月初时就显得温柔 绿瘦眼也是这里随处可见的鸟种 它们穿着绿衣 身材娇小 眼睛周围有一圈白环 大部分时候 青鸟轮流看过小鸟们 公鸟回来就和母鸟出去觅食 它们的巢由许多植物与人工纤维组成 隐身在枫香树的枝叶中 小鸟们就像个填补满的无底洞 两只青鸟整天忙碌地张罗食物 在爸妈无微不惧地照顾下 它们羽翼见风 小绿瘦眼长得跟双亲越来越像 差不多该离朝了 鸟妈妈离开后 小竹鸟们不停地东张西望 好奇地向外面世界探头 其中一只试着离开鸟巢 它这一回头 就像跟巢里的手足打气一样 小小的巢再也容纳不下这些小鸟了 当小绿瘦眼都成功离朝 青鸟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既然巢 遠距里有一种鸟长得和绿瘦眼有点相似 那就是穿着一身灰袍的绣眼画眉 青鸟在这个时节也是已可不得闲 瞧 巢里的两个小家伙 每天的任务就是睡觉与吃饭 但只要听到青鸟们的声响 小鸟们一定准时起床 我肚子好饿哦 这就是雏鸟们每天的第一句话 青鸟们总是嘴里塞着满满的虫子 就怕小子们吃不饱 即使喂食完毕 也不敢轻易离开 担心雏鸟是否需要温暖 这一窝绣眼花梅 已经有一只雏鸟顺利离巢了 剩下的这个小家伙 努力地想要跟上脚步 青鸟也在一旁以食物引诱鼓励它 加油 好 奋力地震动你的小翅膀吧 随着小鸟们一一离巢独立谋生 鸟儿们的繁殖技也将告一段落 时序入秋 变色植物区原本苍脆茂盛的枝叶逐渐枯黄凋零 自然环境中的昆虫也变少了 此时卫食设施区所提供的面包虫大餐 自然也难以逃客 拥有体型优势的树雀 总是霸占着最佳位置 即使是飘汉的大卷尾也难以撼动 白头翁们只能在一旁伺机抢食 大卷尾饿得发慌 终于发动攻势了 不过树雀仍不为所动 大卷尾也放弃了 好 你赢了 秋天也是许多植物 结识雷雷的季节 果实红熟的台东火刺木 以及姑婆鱼红通通的江果 都成了鸟儿们的另一道佳鸟 未来这密集的鸟种相当多样 这里整日络绎不绝 走了一只还会立刻补上一只 有时候甚至有鸟就霸着不肯离开 看到姑婆鱼江果这么抢手 我们就知道鸟儿有多爱它了 火刺木的果实太多 鸟儿们吃不完 不过姑婆鱼江果 很快地就被鸟儿们消耗殆尖 园区里还有另一种夜行性动物 灵脚霄 白天它们就在树上休息 这只灵脚霄已定居此地多年 附近可没鸟儿敢随意入侵 一旁误闯禁地的赤腹松鼠 真的是传来胆 在这低海拔的地区 短暂的秋冬时节 远去内鸟种组成 及生态也开始产生细微的变化 红腿黑碑总是高调的集结成群 显得更加喧闹吵杂 在山区繁殖的白吉林 也已进驻园区内 最显著的旅客就是乘着东北季风 自北国而来的候鸟们 红尾伯老总是静静高居之头 雪蜜食物 赤腹东与红嘴飞碑 还有白头公有着共同的喜好 整日围着火刺目不放 小巧的黄尾群 各自虽小 却是好动且好动 他们每年十月起 至一年三月间 都会到达园区渡东 同时很快地建立起领域范围 瞧 这只黄尾群对着镜面不断地普及 原来他误以为镜面中反射的倒影 是另一只入侵塔领域的黄尾群 生意盎然的生态教育园区 除了有四百多种原生植物 可供学习与观赏 更是鸟儿玩耍兮兮的专属力 在这充满着惊奇的秘密花园 大自然的故事随着四季 不断地在此上演 与我们围林的许多低海拔鸟儿 都居住在此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 观察到他们的生活 看着他们有趣的一面 下一回当年再次造访特有生物中心 别忘了放慢脚步 细心观察 相信你将从中得到许多感动与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